在如今这个社会,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,身边总是不缺少阿谀奉衬之人,但是一旦落难了,别说帮助自己,能不落井下时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,而这样的情况在直播圈更是数不胜数。 当初卢本伟如日中天的时候,几乎全平台的主播都巴结他,而他身陷开挂风波时,这些人又集体选择疏远,身怕引火烧身,而最近这样的情况,又再一次在直播圈上演。 吴胡大司马,对于喜欢看LOL直播的网友而言,这个人肯定非常熟悉,是斗鱼在卢本伟被封禁后捧起的一位LOL一哥,不过最近几个月这位LOL主播的情况并不是太好,不但深陷各种节奏,还常常被其他主播拿来嘲讽,比如最近得云色的笑笑,就在直播的时候,嘲讽某主播, 先约时是3000万,但是如今估计连一半都拿不到,而这位某主播,当时很多网友都觉得应该是大司马。 至于平时追捧大司马的男女主播,现在几乎都看不见,再加上现在大司马人气已经跌落谷底,因此这些人也没有必要继续讨好大司马了。 当然也有一部分主播例外,比如PDD,虽然他现在自己就是LOL一哥,但是却一直都在帮助大司马,在直播的时候,就让粉丝能理解大司马最近的直播情况,并且还为他进行了解释,因为当初跳槽的1000多万违约金,早就让他疲惫不堪。 请往后再加上转发,